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女士频道,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美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一个非常私密,但又非常重要的话题 过性生活时阴道疼痛是怎么回事,又该如何处理 这个话题可能有些尴尬 但请大家放心,我会用最通俗一懂的语言 最和谐自然的方式带你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白,阴道疼痛并不是一个罕见的问题 据统计,大约有10%的女性在性生活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阴道疼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阴道甘涩,这是最常见的原因 阴道甘涩可能是由于荷尔蒙水平的变化 比如更年期,或者是因为某些药物的副作用 比如抗抑郁药 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使用润滑剂来解决这个问题 阴道炎,阴道炎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 它会导致阴道骚痒,疼痛,分泌物异常等症状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那么你应该去看医生 接受治疗 子宫内膜异味症 这是一种更严重的疾病 它会导致月经疼痛 甚至性生活疼痛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那么你应该去看医生 接受治疗 性器官感染 性器官感染也可能导致阴道疼痛 这可能是由于细菌,病毒或者真菌引起的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那么你应该去看医生 接受治疗 那么,如果你遇到了阴道疼痛的问题 你应该怎么办呢 使用润滑剂 如果你的阴道疼痛是由于肝色引起的 那么使用润滑剂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但是,你需要记住 润滑剂只能暂时解决问题 不能根治问题 看医生 如果你的阴道疼痛是由于阴道炎 子宫内膜异味症或者性器官感染引起的 那么你应该去看医生 接受治疗 改变生活方式 如果你的阴道疼痛是由于荷尔蒙水平的变化引起的 那么你可以尝试改变生活方式 比如增加运动 减少压力 改善饮食习惯等 使用避孕套 避孕套不仅可以防止怀孕 还可以防止性传播疾病 如果你的阴道疼痛是由于性传播疾病引起的 那么使用避孕套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希望我的解释能帮助你理解阴道疼痛的原因 以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可能尽快回复你哈哈 记住 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 都不要害怕 因为你并不孤单 我们都在这里为你提供信息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同时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再次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